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享他的职业 他想要做YouTuber啦 网红啦 真的有这么好做吗 今天 我邀请了三位嘉宾来打破你的这些幻想 来 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Ryan 阿宝 哈啰 我是Kelly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vlog with Belta 马来西亚的网红风气哦 很多人说到YouTuber或者是网红 总是有一个想法 哎呀 每天在Prank来Prank去 那曾经也一直在Prank来Prank去的阿宝 你又有什么想法 哎呀 哎呀 这才是真正Prank的啦 诶呀 那什么都做 有一些时候我们看了很多Prank 我们都明明知道那个是Prank的 最让人难接受的就是那个Prank Prank的很假 对 讲到这个有重点哦 你要取一个例子 比如说谁的Prank是假的 你讲 我会帮你消音 OK 它比如说哦 呃 呃 呃 Stay tight 不要 想一想 最新问题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 这些影片的流量很高 点击率都很高 这到底是什么现象 OK 因为哦 你们要知道 看YouTube或者看 online的这些video 尤其是很长的这些video哦 五分钟 十分钟的video 你要知道 谁有那个时间去看 小孩子啊 对啊 小孩子 一群年轻 对啊 年轻的小孩子啊 他们还没有上课 你看再加上MCO做刚才讲 你看 没有上课 是不是 他们每天就是在家刷IG 刷Facebook 刷YouTube 刷TikTok 全部都是影片 你为什么会那么积极之前 在做这类型的影片 对 OK OK before我讲这个我好好讲先 以前我做那个第一个 那个Public 希望外面喊不是 对对对 讲真啊 是一个challenge罢了 所以我就try 我第一个就是外面大喊大家的video 就是在Aion Mall 发热气我 他就爆掉 所以我就继续跑了几个episode 那有没有就是做到有一点觉得 然后有一点遇到瓶颈 所以我就讲 古镜 这样的content 我是没有继续打算做生 因为古镜是很小的地方 你的mall就是那个几间 你去喊完那个几间 你还有什么mall 可能你比较头痛的是 到底什么时候古镜 有新的shopping mall 因为你才可以继续喊下去 对对对对 就像比如说他去到商场这样子 没有讲 其实你事先有没有跟上场的那个management先讲 没有的 这个是很一个啦 很challenge罢了 就是讲好了这个地方 做这个challenge罢了 你就是到那边你就是赞了 你知道这个challenge罢了吗 我们很明显 原来你知道啦 你知道啦 知道啦 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 只要你有一部手机 其实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做 所谓的youtuber 真的 ok 我就要网红这个东西 到底网红是什么 对我而言 数目是一个数目 ok 就算你有1000个follower 这1000个人都有被你影响的话 其实你已经是一个influencer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20k 300k 然后你也没有真的在influence人家 你就是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很多个like就这样 他喜欢他觉得他要做就给他去做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三年三十年之后他会变成怎样 有人说呢 要红有的时候需要一点运气 但是我记得阿宝你跟我分享过一件事 你说要红其实是很容易的 其实真的 你要红的话是很容易的 你随便做一个 像他这样的事情 去上场喊一喊 对 随便一下在网路 你找一些人去骂一下 如果政府不好你骂一下政府一下 你就红了 但是问题是 你红了 你要带给人看你的价值观 对对对 self value很重要 而且有一个很重点的 我觉得他刚才提到的 红真的很容易 但是你可以持续红多久 有人称赞你的影片 有人喜欢 一定有人不喜欢的嘛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收过啦 有没有就是 看到一个comment 你觉得哇 怎么会这样恨我的 他们应该是讲 因为我很多comment上是讲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 什么人这样 这样很丢我们 对 沙拉网的脸 对对对 就是丢我们的那个 沙拉网的脸啦 但是在同时 很多人支持 所以我还是觉得还ok啦 可是三个人里面啦 我觉得 Hellie你应该 不会有黑粉吧 有 那时候还有很长拍 Cover song的时候 就讲其实你可以闭嘴了 不要再唱下去了 这样子的 很好勒 这样有讨论度了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是Rainbow的话 可能会故意唱得更问题 我还没有这样平衡到自己的情绪 我还没有这样平衡到自己的情绪 第一次收到第一口电话 过后我看到第三 第四 第五 过后我看到台湾 就差不多五六个平台开始学 我讲继续骂吧 真的是满满感觉 你继续骂吧 就差更多的人讨论了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嘛 第一次遇到所谓的酸民啊 这种那么负面的这种留言 我觉得你讲心理一点都不受影响 我觉得很难啊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试我们的心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 self confidence 你要懂你自己的value 然后你要懂你自己的confidence level 是多少 要念到好像百毒不清啦 别人怎样弄你都好 你都好 你不要给他们这样小小的东西 都要影响到你啦 你要like you know you know what 其实最好哦 那个影片哦 要有酸的 对 他才会吼 真的真的 要有那个讨论 所以你每次发布影片 你就是来骂我 叫他家来骂我 不是意思啦 因为今天的影片很多人讨厌 因为影片要有讨论度 不管是好的 只要有好的跟坏的 都是有讨论度 这样子是有曝光率吗 但是听到这边呢 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当你 真的 你要做我的东西啦 这样的content是 我们这些人会做啦 可能你的content就比较不一样咯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而且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没有啦 其实我跟他不通了 不通了 那如果之后我在私底下 找你们合作拍影片的话 我想要拍多一点的话 记得一定要OK啊 可以 OK 要继续收看我们的影片 谢谢 拜拜 拜拜